据报道 因寻衅滋事罪 上个星期被判入狱四年半的 河南维权人士 刑忘利 又名无权利 目前人在医院处于昏迷状态 看守所的说法是 刑忘利企图自杀 但这个说法受到家属强烈质疑 表示不相信看守所人所说的话 指刑忘利曾经在看守所进行抗议 怀疑他是被所内人员殴打至重伤 有关这起案件的详情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 刑忘利的辩护律师 高成才律师 来为我们进行说明 高律师您好 您好 是 听说您今天到这个医院 探视了这个刑忘利 那么家属质疑 他不是像这个看守所所说的 那样自杀 那么您可不可以就是 和我们说明一下 您今天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 今天上午11点多 我和家属到了河南 信阳这个中心医院 他在九楼病重症监护室 看望刑忘利 我们去的时候 刑忘利的爱人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接我 但是呢 我们到了信阳的中心医院 是他们刑忘利 当地的居委会的几个干部 开着车和刑忘利的爱人 他们一起和我进到这个医院里面的 他们呢 对他的妻子呢 也是广乎的比较严格 到医院里边 我到了九楼 重症江湖市 刑忘利的爱人给我说 他现场有十多个年轻人 就是穿着便衣 他说这些人就是看守所的人 其中他跟我说有个领导 他这个是看守所的工会主席 我呢 我就主动和工会主席沟通 要求 看望 刑忘利 看守所 这位省城的领导告诉我 他说不允许会见 我说你们的所长 我已经沟通了 他们说可以会见 这个省城的领导说 我说了算 这里边谁说了也不算 我负责这个事情 所以您今天有探视到这个刑忘利先生吗 没有 在这个情况下 我呢 我又和这个领导沟通 我说 刑忘利在里边的情况 家人不知道 现在的声明呢 垂危 家属会见 也属于正常的 你不让律师会见 家属可以见 他说家属也不能见 他告诉我 他说 用的药是最好的药 害的医护人员是最好的医护人员 就是不让家属和律师会见 是 所以家属和您到现在 从这个刑忘利送到重症病房之后 还没有机会探望过他 我没有看到 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对这个刑忘利的伤情提出质疑 我说作为辩护律师 我现在 急切地想了解 刑忘利的伤情是从何而来的 怎么造成的 我说现在我们有合理怀疑 是他人造成的 这个结果 他给我解释说 他现在 已经展开调查 有路 看通所里边 都有 摄像头 都有现场的录像 这些呢 都会保存下来 查明事实 在查明事实之前 谁也不能对此事发表呢 其他呢 主观的观点 情况下 脑部 粉碎性骨折 对于他这个伤情 我说 不可能是个人的原因造成的 是 是高律师 不好意思 我打断您一下 您也提到了说 这个您也质疑说 刑忘利他的伤事 不是自己造成的 那么接下来 您有没有可能采取 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或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呢 我作为辩护律师 我肯定有 控告的质责 但是呢 我有个 没法行使权力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刑忘利的案子在一审的时候 是开过庭之后 家属聘请我的 开过庭之后 我交公函 法院不接受我的公函 法院这样做 在法院来说 是不对的 但是呢 他就是拒绝接受我的公函 法院的理由是 等这个案件判决结果 出来之后 你上诉的时候 你可以一起在二审的程序当中 交公函 进行代理 这次这个期间 你只能会见刑忘利 都可以了 我们不接受公函 因为不接受我的公函呢 我就无法公开的进行控告 是 这是我受限制的地方 也不知道法院当时是有意的 或者无意的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和高成财律师连线 只能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 刑忘利的辩护律师 高成财律师 接受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连线采访 为我们介绍这起案件的 目前具体情况